我们好好谈谈 You're looking particularly beautiful tonight 好多电影你说 对你说那个电影重重啊 那里边特工无所不能啊 什么语言也会说对吧 各国护照放个保险箱里 打斗功能啊 然后又抗药啊 现在好像不是那个社会了 但是这个谍报工作还是充满危险 但金正日闹卧底也不这么容易 动不动就墙壁 对吧 咱们看看啊 著名的有几个间谍吧 CIA这边著名的很多啊 好多电影呢都在说呀 包括Mission Impossible 当然都是虚构的人物了 这里有一个真实的人物 叫Julia Child 这个人我为什么选他呢 因为并不是因为他间谍工作是多么出色啊 是因为是为女性 第一是为女性 在一个在美国家喻户晓 不信你问问你 年纪稍微大点的美国人 他都知道这个人 是当时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 但是不是不能暴露他的身份 不是你听我说啊 人家是之前二战的时候 在CIA的前身服役 当时呢 这个女性走向她的成名生涯啊 她是著名的电视厨师啊 她把这个电视承认节目啊 发展壮大了 就她一个人 现在的什么Jamie Oliver呀 都是这个形式 知道这个在电视上做饭 是这么多人喜欢看 包括出书出菜谱 然后给大家讲 其实她传播的一个正能量啊 就是当时家庭女妇女嘛 说你可以在家里也可以做到一份 很让人羡慕的工作 那为什么说这个人是间谍呢 因为一开始在二战的时候 她就加入了这个 Office of the Strategic Service OSS 就是战略服务部 加入以后第一个工作呢 什么呢 打字员 打字 从行政工作开始 对行政工作开始 然后她其实她的志向呢 是加入这个 Women's Army Corps 就是美国的这个女性的部队 但是因为身高太高啊 身高六英尺 两英寸 相当于一米八六 给拒绝了 人家不让她加入 她就去了这个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一开始呢 她就是个打字员 但是后来呢 因为她工作比较出色 再加上她学历比较高啊 当然有本科学历 就参加了这个对抗 就是德国的这个U-boat 就是U型潜艇 通过鲨鱼身上绑上炸药 去攻击这个U型潜艇 这是1944年到1945年 她在里边是成员之一 这个计划 但实际这个计划有多有效呢 咱们不知道啊 现在也没解密 这个能有效吗 当时的时候这个炸弹就防水 防水啊 深海炸的肯定防水啊 就不防水怎么行的 就是那个U型潜艇啊 当时还没有参战 一开始就是对美军的封锁 是挺大 主要起封锁作用 他们就能够去鲨鱼去攻击啊 那实际上这个效果多大呢 没出现 但是这个项目是有的 也是一个实验性的东西啊 这是一个项目 他参与了这个 后来呢 他就退役了 然后他就嫁给了他的这个老公啊 他原名叫 朱利亚 麦威利ام斯啊 这一听就像是爱尔兰人 和麦克这个都是爱尔兰人 老公叫 叫约翰 这个人 是后来的CIA的特工啊 就不是特工 也是挺高的一个官员 曾经驻扎在越南和昆明 他跟他都去过 中国他也去过 在昆明 后来呢 这个丈夫就被派到了欧洲啊 当外交官 就是外交事务 他在家就没事干了 朱利亚·赵尔兰 然后呢 毕智啊 就是说我得找个事干呢 要不我太无聊了 两个人也没孩子啊 虽然名字叫赵尔兰 就要把这个法式料理啊 要学到家 就是从发面啊 充满擀面条 然后开始啊 上了一个当地的法式料理的 培训课 他也特别有天赋啊 这个烹饪方面有天赋 也特别爱这个事情 开始写菜谱啊 出书 来到了电视时代以后 就在电视上现场操作做菜 然后在他的电视节目中 他会讲一些心灵鸡汤式的人生哲理 鼓励女性 同而就爆红 在美国家喻户晓 赶上时代了啊 都是时代造英雄 以后他就没有从事间谍工作 因为说现在这个电视明星大厨 但是同时窃取着戴高乐的情报 没有啊 但是他的这个 这个你不知道 可能有 OK 可能有啊 但是呢 他具备这样的素质 但实际上是他的前身 这个间谍组织的成员啊 设计了炸鱼 炸游行潜艇的这么一个实验 这个有效性还打个问号 有效性打个问号啊 现在也不会用这样的事了 估计 所以说这是一个大明星啊 现在可以还可以买到他的书 大家所以说这个给大家一个道理吧 咱们说有智者是净成了 这个我就不说其他的事了 人家可能是既不在那个情报界 也不在美食界 对 只想就是生个孩子 结果也没有 有时候身高比较高啊 是缺陷 但是那句话怎么说呢 上帝给你关上了一个门 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是吧 算他不说了啊 这屁话啊 咱们看看 那英国这边啊 MI6最著名的间谍 前前是谁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吧 确实不知道啊 真人你一个也不知道啊 但是呢 就是有一个虚构的小说人物 叫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戳号 代号 007 然后00系特工 这个你知道吧 是吗 作家你知道是谁吗 谁写的这个人 我其实因为对这个一直没有特别担心 所以我觉得比较深 因为这个小说呢 挺老了啊 然后从1953年开始的啊 连载的这么一个小说 一共写了14本 就他本人Ian Fleming啊 一共写了14本 只不过是这个大荧幕啊 过一乱时间就会把这个故事重复一下 你想想一共就14本 对不对 现在这个Bond的电影已经拍了六代人 六代人已经拍了大部分40多部电影了 这个IP还在经久不衰吧 这么说 所以说呢 人们就会都知道James Bond 其实这个Ian Fleming呢 并没有在这个MI6或者MI5工作过 他当时是海军情报部门的一名助理 但是呢 他跟有一些间谍是有联系的 哪位 好多人啊 都有联系 然后就是说这个James Bond啊 到底写的是哪一位特工呢 他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呢 没有定论 每个人都想 就包括这些特工的后代啊 觉得这个书里跟他有一定的联系的话呢 就会上个报纸接受个采访啊 说我爷爷啊 什么当时和Ian Fleming 然后有什么联系 你看这个书上哪一条 哪一段说了一段这个事啊 就是他根据他在海军情报部门的 一些所见朋友们 和他亲身经历的事情呢 预购了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并不是一个人 是好多当时他认识的人物的一个集合 一个综合题 但是呢 有一本书 也就是他的第一本书 皇家赌场 找到了是有一个真实的人物 但是先说说这个James Bond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啊 James Bond 这个名字你觉得好听吗 我觉得英文一般 但是中文邦德 就听上去好像挺硬气的 对的啊 但是 但实际上他在1952年的一个清晨啊 起来想构思这本小说的时候呢 想找一个就是比较普通 大家好记这么个名字 他当时住在雅买家 住的那个地呢 叫Golden Eye庄园 所以说后来也有一本书 叫黄金眼 他写的第一本书 就叫Casino Royal 然后当时呢 他的这个书桌上摆着一本 鸟类观测指南 也是住在雅买家的一个英国人 然后他写了 他这个鸟类学家 他的名字就叫James Bond 他就直接用了他的名字 写在他的小说里 然后后边他就置信 给这位鸟类学家 然后可能已经去世了 就问了人家太太 当时为什么用你老公的这个名字 就是我想找一个比较普通的人 好记得这么个名字 先想一想 就是当时没有网络 如果现在有网络 Google一搜索 估计James Bond出来几千人 他就想 当时这个名字就 一下子就在他身上就出现了 但实际上呢 MI6 有人叫James Bond 因为这名字很普通啊 叫James Edward Bond 后来退役后成了个铁匠 然后一直在他生活 也是找到了自己的兴趣 就是一直在他生活的这个小镇里 打铁 最后去世啊 这个人 他的子女也说 就是用我 我组织的名字 实际不是 实际是在亚美加的一个鸟类学家 007啊 就是00号特工啊 这个代号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是确有其事啊 因为当时在这个间谍机构呢 00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可以杀人 终于赶我上场了吧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他有有一部书 叫做License to Kill 所以说00号特工呢 就是这个起源 但实际上00号 但为什么不是07呢 就一枪就能打准 00是要打两枪才能打准 这不知道你怎么联系 但人家就是内部文件的规定啊 就是00号的文件 就是这个行动啊 可以杀人 所以说他起了个名字叫007 我发现英国人对这个7这个数字啊 还是比较中意的 你看这个大卫被看过 他在当家求行 一般都穿7号 9号啊 或者8号啊 但是7是特别重要的 我英啊 马上要对达过 所以说大家注意7号 Sterling啊 OK 其实我还以为是谢玉号开始打呢 对的啊 这是可能也是一个 就是叫文化属性的传统吧 007 这些名字起的都非常好 也导致这本书这个家喻户晓 当然情节写的也非常好 但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 你去看那些书啊 就非常老那些故事啊 你比如说对对德国啊 什么盖世太保的一些什么事情 你得有一点背景知识才能去看啊 对吧 对 反而这个电影的 他对他的翻新呢 是加了一些虚构的坏蛋啊 然后是比较卫星啊什么的 那时候都没有啊这些东西 然后就是说让你觉得挺有意思 只剧情不能再说一些历史的东西 就信不了人 对的啊 所以说你说这个莎士比啊 你要不翻拍电影的话 你也很难去读啊 这个当然里边表达的东西 爱情啊 战争啊什么这 王子福筹记啊 这些戏剧性的东西是好的 但是你也要跟上 那其实呢 他的inspiration呢 被确定的有很多啊 现在就有十几个人啊 比如说Bruce Lockhart Sidney Cotton Patrick Denzel Job 这些有些是一个人 有些是他经历过的一些行动啊 但是没有解密这些行动 他都不能真人去说 他的第一本书呢 就是皇家赌场 是基于这个事 就这个人叫Dasko Popov 这是真实事件 但是他就往里边添加了 很多很多的东西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个人呢 一开始是个双面间谍 因为他祖籍是塞尔维亚 这个人呢 Servia 但是家里比较有钱 就送他到伦敦来念私校 但是这个人在这个私校的时候 也表现不太好 四个月就被劝退了 但是家里比较有钱呢 对这种这个有刺激的生活呢 也特别感兴趣 当时就有MISX来招募他 招募他的首要目的是 先去德国那边去做特工 在这个柏林的时候 德国的情报机构也approach他 他加入了德国情报机构以后 马上就告诉MISX 德国人招募他了 那英国这边也是把他招募出来 做双面间谍 帮我看着德国人 但是目的是合作来对抗苏联 然后呢 他的情报非常非常好 那英国人通过什么手段呢 就是给他一些99%真的信息 但有一点是假的来误导德国人 包括后来的诺曼底登陆事件 这个人据传啊 都是有功劳的 后来呢 他又被FBI招募到了美国啊 成了一个三面间谍 前前 后来又不罗斯买通 没有啊 不罗斯没有啊 他可能意识形态 当时啊 就是向往自由啊 但是他这个人的本性啊 叫Dasko Popov呢 第一家里比较富有 第二非常非常的向往 这种啊 间谍刺激性的生活 皇家赌场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这个MISX给了他一笔 4万美元的钱啊 赌资不是赌资啊 这个钱是公款 让他去买一份情报的 现在这个钱呢 相当于70万美元 他就去赌场做这个交易 结果他就上桌了啊 上桌赌这个梭哈啊 就是收看这个游戏 上桌玩 想玩一把等等那个人啊 结果那上面来了个富翁 非常的福利 这个桌上啊 谁要跟我赌 我就match他的bet 这个人就看不过啊 直接把这4万美元 就扔到桌子上和那个人对赌 结果赢了 又把这 就变成140 按现代的value就变成140万了 8万美元了 然后他把这个钱都上交了 上交了 给自己买个什么弯流啊 没有啊 因为这个人他家里比较富有 当时为什么说这本书是基于这个呢 Ian Fleming就在旁边看到了这个事情 目睹了整个过程 对的 目睹了整个过程 也就是这个东西激发了他 在书里也有这个线索 那个金手指那本书啊 Goldfinger 里边有一个坏蛋啊 是用Dasko Popov 来命名的 就运用了他真实世界的人的名字 对的 这个Dasko Popov激发了 Ian Fleming退役以后 写这本小说的第一本书 王家赌场 其实就是看不过眼啊 这个人也挺大胆的啊 说句实话 要输了怎么办 当然他家里可能有钱 也不怕输啊 毫无所谓 对对对 输了又怎么样 就是自己从家里面逃药班 后来还有一些特征啊 比如说他的codename叫Dasko 然后就用他的真名了啊 然后呢 他的代号叫Tricycle 就是三轮车 看这个007 也像一个 就是稍微有点这种感觉吧 这是瞎联想 应该是000 你就能解释了是吧 三个轮 那实际上呢 这一整套系列的小说呢 映射了好多好多人啊 然后被William Stepson Forest Yo Thomas Peter Smithers 那作家的作用 就是他通过一个小事情 他能给你发展的好多 把这本书写的非常吸引人啊 实际真实事情很无聊 所以说呢 再加上整个当时 19五几年的时候 大英帝国 当时还挺厉害的 导致这本小说的在全世界畅销啊 也就是通过这本书 大家知道了这个M.I.6 《云情六处》 富想连篇 富想连篇啊 现在还有啊 我不知道你遇到这样的人 就是说他的志向就是当间谍啊 从小而就是看电影作品 或者小说呀 但实际呢 进去以后发现 进去是度数太高 小时候看书看的 然后不能被录取 然后咱们就说一下 刚才那个Julia Child 提供了另一条路 不一定非得当间谍啊 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当间谍 对的 其实我说一个就是亲身经历 我家里面还有人做那种情报工作呢 但是在墙内 是监听敌台的那些讯息之类的 什么时候的事儿 已经很早之前 就我很小的时候 先听哪国的 俄罗斯啊 俄罗斯底 不信任过 对我还记得就是小时候还进去情报器官 然后里面真的就是一幢楼 根本每一层就所有的房间都一样 然后黑不隆不隆的 然后就很恐怖 所以进去的就是吓着逃了出来 从小开始就一直心里有阴谋 但是我知道这些人非常保守秘密 当时听到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讯息 然后知道一些什么样子秘密 就已经过了那么久了 几十年了 就从来就没有限制收口入品 你没去因为这信息去买股票什么的 没有 我当时好像也不在行 后来自从从情报机关退出之后 就没有更多的讯息 有没有去当铁匠 有没有去当铁匠 做了其他的 这个跟这个也差不多 就是当时那个时代 你看那个James Albert Bond 咱们说的真名真有这个人 后来就是当了铁匠 也没炒股票 知道这么多秘密 也没炒也没发了财 信息就是只有时效性 对 那个时效性就没有什么 那有请一下 从现在做的自媒体出来 给你们报个料 有可能吗 好像不大有可能 好 没想到千千有仙人 然后曾经是情报机关的窃听员 那时候当个窃听员还不错的 就起码是不是体力劳动 千千再给大家介绍吧 弄得挺神秘的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 拜拜 再见